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現在歐美抗中還有新招 這個大打宣傳戰 說習近平被軟禁了嗎 德國之聲放出消息 說9月16號 習近平出席上和會反國之後 再也沒現身 二十大之前狼狼起來 被抓起來了 那外媒甚至會聲會影的報導 這是我們台灣的媒體綠媒轉傳的 說是因為習近平回到中國之後 普丁想找他 怎麼打電話都沒有人接 習近平不理他 所以普丁都覺得好奇怪 去打聽發現習近平被軟禁 然後普丁因為擔心習近平 就把消息跟莫迪說 然後莫迪就跟他的親信講 然後親信就發了推特 然後消息復光 你看我跟你講這種消息 你都能編出來 會真是配合你啦 佩服你 然後可是9月27號 習近平現身了 而且大陣仗 把這些中南海的高官全部都帶著 一次排開打破了一個傳聞 我只覺得你們這個外媒真的太可笑了 然後台灣有些這個無腦媒體還跟著爆 還更幽默 好 又這個黑型習近平被囚禁 失敗 不過接下來我們來看 拜登還想在聯合國逞威風 結果這個抗惡打中 反倒各國興趣缺缺 我們來看聯合國大會 當然包含人權理事會討論很多議題 像是制裁俄羅斯啦 像是保護台灣啦 像是哪些國家中國人權爭議啦等等 過去美國只要站出來一面倒 大家聽美國的 但這一次最近恐怕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 在制裁俄羅斯的部分 只有58個國家支援 之前是140啊 現在只有58個 而且我跟各位說 這58個國家裡面30個是北約啊 30多個是北約啊 換句話說 除了北約之外 只有20幾個國家 支持你制裁俄羅斯啊 各位聯合國裡面 不多啦 只有193個國家 扣掉50幾個 還有大概140個國家 是沒打算支持你美國的 另外在打中國 中國威脅論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 台海問題 現在193個成員國裡面 居然有170多個 是堅持一中原則的 是堅持中國大陸的一中原則的 所以請問 整天在講台海 台海英國啦 德國加拿大澳洲啦 日本韓國 好像全世界都想要保護台灣 沒有耶 聯合國193個國家裡面 只有170多個 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只有20個是願意 在台海問題上面 對抗中國的 另外在人權問題上 更幽默了 整天說中國人權有問題 結果呢 巴基斯坦 巴田 代表70個國家 做共同發言 說反對任何以人權為藉口 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 除此之外 還有20多個國家 是單獨發言 表達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換句話說 加起來有加約100個國家 在人權問題上面 是不認同美國 總是拿中國開刀的 好 那王文斌就提到 西方自身存在很嚴重的人權問題啦 沒有資格以這個人權教師也自居 大多數國家 對於美國大搞雙標 政策操弄的惡行 是一清二楚的 我們先請教鄭君 首先我們講 這個習近平被軟禁了 我記得習近平剛上台的時候 武警不在手上 解放軍不在手上 法政系統不在手上 他那一年就被刺六次 那他對自己的安全會不注意 你看這個 法政系統被他幹掉了 對不對 武警被他收歸在軍委會了 解放軍在他的軍改這幾年下來 所有的頭頭都換了 因為以前徐才厚他們貪污納會 能夠升起來的將軍都是送紅包的 所以他大批的就把這些都弄退了 所以軍權在手上 武警在手上 法政系統在手上 你要想 軟禁 發動政變 槍桿你出政權 你沒有軍隊的支持 你以為就用投個票就把它做掉了 很可笑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媒體的可信度就沒什麼好談 第三個 美國這些常被管轄 對每個國家 美元霸權收割 割韭菜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沒有哪個傻的像台灣一樣 就抱了一條腿 都很清楚 第二個 也看得出來 未來上核會議以後 中國的這個氣勢起來了 美國開始往下坡走 所以你在聯合國裡面 你不見得得到全部的支持 像倫瑟斯依然說夢話 要把俄國跟中國開除 不是五個常任領事國 你去想吧你 所以這些問題就沒有 第三個就講了韓國 韓國已經很明白地講得很清楚 北岸的問題對我威脅得大 我敢台灣問題幹什麼 管你台灣 我管得動吧 我自己都哭不了 最危險的就是 陸地邊界接鄰的國家 戰爭最容易爆炸 隔條海還有一個預警 它那個38度線 就這麼高的小土丘 一步就過來 我不是講嗎 任何國家的boundary 就是邊界不是大山 就是大海 就是大河 美國匆匆忙忙一個上校參謀 在地球影上一筆 對 緩38度線 這個線我就看過 我也看過 這是耳系啊 現在是野生動物園 就這樣嗎 這麼高 兩個鐵絲網 對不對 那個地方到處是地 笑死人了真的是 所以韓國不太可能加入這個 對台灣的這個威脅的問題 我覺得不太可能 隱形就被問到 我跟補充一下 你看既然我們將軍講到了 說這個韓國人間清醒啦 現在這個拜登除了 美國除了在這個聯合國 好像成不了威風之外 小弟也不太買他的單了 我們看賀錦麗現在才跑到韓國去 結果隱形怨好像又讓拜登總統丟臉了 人間清醒大實話嗎 這個他接受美國媒體專訪 有主持人問到說 兩岸開戰韓國會不會追隨 美國的立場介入其中 說會不會把這個 美國的駐韓美軍借去 保護這個台灣啦 你看隱形怨說什麼 這個講話還是滿有這個學問的 他說韓美同盟的首要任務 是在半島建立強而有力的防禦態勢 簡單來說啦 一句話講出來 是要保護我不被北韓處理 你不是要用我去保護台灣啦 這很會講話 因為韓國跟中國的利益太深了 對不對 而且美國又逼了他三星啊 這個晶片啊 要受美國的那個chip 4的限制 現代汽車電動車又 衝到 也是碰到美國的 我到你那市場你不給我減稅 人家的廠都有減稅 所以韓國現在 尤其是兩次碰面韓國老闆說 你那個趁拜登那個時候太難看 民調那麼低 所以唯一清醒的時候是 那個議長來的時候根本就不見了 對 不見你的話 那你這樣他還滿現實的 對不對 韓國的經濟來源不能斷掉中國這個市場 當然啊 對不對 那我到你美國逼得去設廠 我又賺不到錢還要賠本 對不對 那你今天叫我再來管台灣的事 我有這個能力嗎 我才不要 而且駐韓美軍大部分是空軍 假定說駐韓美軍全是3萬多個陸戰隊 加上海軍的這個登陸艇 那你還有機會搞一搞嗎 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而且我知道韓國駐韓美軍都一直往南邊在撤了 那個大邱那邊只剩一個空軍基地 他都他有怕北韓的炮火攻擊 第一句他美國很精的啦 這個算盤打得很精的 所以剛剛我還補充亮哥一句話 美國的大沙灶還有 還有 波蘭該什麼吃的 對啊 可以給你一個誘因嘛 你將來可以瓜分烏克蘭的領土啊 把以前烏克蘭拿走的還給你 所以美國能夠越少自己人越好 對 對不對 所以那邊站局不會拖 將來還要在台灣再點起一場 對不對 消耗在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